大家好,歡迎觀看電腦王阿達的開箱影片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是華為P20 Pro 目前華為的旗艦手機 那它最厲害的主導一點是 它搭載了三個主鏡頭 那我們現在來看它的盒裝 它其實跟華為之前的P系列其實差不多 都是白盒的裝 那我們可以打開來看 那這就是它的組合裝 那一打開就可以直接看到手機本身 然後這一次的P20呢 它直接就是 直接就貼了一個保護貼 然後我們從這邊可以拉開來就可以直接打開 這是手機本身 拉開來是它的盒子 而且它有做 鏡頭這邊有做保護 然後打開 這邊有它的退卡針 那它們原廠現在是 給我們評測的機器它會直接附上一個 這個台灣用的快充的插頭 然後還有傳輸線 這一次P20它沒有那個3.5mm的耳機線 所以說它直接附上了一個 就是 3.5mm 就是USB-C轉3.5mm的 USB-C轉3.5mm的轉接頭 所以可以直接轉接耳機來用 再來是 它還有附上一個 USB-C的 Type-C的耳機 這是P20 它有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一個 漸層的一個貝殼 直接是 從紫色漸層到藍色 那其實在 太陽下 在亮光之下都是非常漂亮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些 提示喔 就是像是 SIM卡要從這邊拔起來啊之類的 然後這邊有NFC 然後還有 它的那個SIM卡槽是在這一個位置 這邊三顆主鏡頭的配置就在這裡了 然後還可以看到萊卡的標誌這樣 OK 那我們接下來把它直接撕開喔 然後我們也把螢幕保護貼給撕掉了 這是螢幕保護貼的保護貼啊 那邊看起來好像沒有瀏海 因為 就不會說 會讓人家覺得說 就是 好像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瀏海這樣 那如果關掉的話就會像這樣 上面就可以看到明顯的瀏海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它系統呢 還可以 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 顯示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選擇 要不要全螢幕顯示一些APP 然後 還有一個是 導航列 因為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把這個導航列隱藏起來 我覺得就是 盡量 最大空間使用這個螢幕嘛 導航的話還有另外一個設定 就是說 我們可以選擇 關閉導航列就像現在這樣 或者是螢幕 內建導航列 這裡有個特殊功能在 就是直接用這個來控制 那你可以 左滑右滑 啟動 然後 單按 是前一步這樣子 然後按是跳出 其實就跟這個指紋的 感應列的 之後的 就是你如果關閉的話 的用法是一樣的 那這 打開這個的話就是 虛擬導航列 就是跟原本的Android的那個 虛擬導航列的狀況一樣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隱藏 那如果往上刷的話 就會把它再叫出來 懸浮 這個也是之前就有的功能 你可以打開 它就會多個懸浮導航的功能 還會說明說要怎麼使用 那我自己是習慣就是 直接把它全部都關掉 全部都關掉 按一次就是雙按 那我也可以試一下 就是它的解鎖 解鎖速度有多快 也是蠻快的 我現在放下去 就開了 放下去就開了 這一次華為也有人臉辨識 那我可以試一下 人臉辨識 我現在人臉都在攝影機這邊 所以我直接 抬起來 它現在有抬起來的那個 辨識 拿起手機它就會點亮螢幕 那我現在拿起來 它就會點亮 然後開始辨識我的臉 其實很快 然後它也可以設定 就是 通知功能的話 必須要辨識到人臉 才可以開始使用 這件事情 這樣 那這就是系統本身 那華為它還有一些 AI的一些功能 就是會在左側列這一邊 然後 右側這些 預設的話 它是 直接顯示所有的程式 你也可以像 一般Android一樣 就是採用 抽屜式的頁面 這樣子 然後一些功能之類的 都在這個 都有 然後而且 運行起來其實相當順暢 非常的快